今天是7月1号 也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 不过昨天大陆人大以162票 无意义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火速签署 即刻实行 而法条的细则也出炉了 有四大的罪名被写入了香港的基本法 最重的刑则是判处无奇徒刑 有外媒评论 香港的一国两制不复存在 更多的分析交给回评 好的 谢谢新话 没有错 香港国安法的细节 在昨天晚间曝光 而且今天正式生效 不过在今天早上 香港的街头立刻又出现了抗争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在今天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 在湾仔的一间这个球场外呢 有这个社民联的成员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长矛梁国雄等人 他们率众在现场抗争 立刻就引来了港警的关切 现场出现十几辆的镇报车 而且港警也以他们没有申请游行 为由进行盘查 而且现场有很多民众 只是因为穿上了黑衣 就遭到港警盘查 不过这场游行在刚刚也结束 索性没有任何人遭到逮捕 好 我们看到其实香港国安法的细节 也在最近曝光了 在昨天晚间曝光 明定了四类的犯罪行为 首先是分裂国家罪 还有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以及勾结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裂国家罪 其实分裂国家罪名 不仅限于香港市民 只要是外国人你在网络上的发言 有牵扯到任何的这个港独字眼 就算你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行使 你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也算是触法 你只要踏上香港的领土 你就有可能会遭到逮捕 而且这个情节重大者呢 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或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积极参与者是判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其他比较轻罪的人 是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从今天 也就是7月1号开始 港警也成立了国家安全处 这个新的部门 是专门来负责国安工作的 而且他们的侦办权利相当的大 包括可疑人士 就可以进行秘密监察 截取通讯 还有搜查你的住所 也就代表你只要 你只要被列为这个怀疑的对象 他就有权利能够侵入你的隐私 介入你的生活 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其实令外界更加感冒的是 港警的高层 今天已经下达了执法的规定 包括民众只要在挥齐呐喊 包括有关于香港独立 或是香港人建国等字眼 不管你是民事或是暗事 都有可能会触法 从港警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立即制止 或是进行逮捕行动 那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一波的 这个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当中 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强硬 包括在昨天人大表决的时候呢 驻港解放军也透过这个 所谓的官媒央视播放了 三军联合演习的画面 其实在28号的时候 也出现了狙击手的实弹演练 恫吓的意味可以说是相当浓厚 而在国际方面呢 则是持续的出现对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 在这个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呢 欧美有27国都发出了联合声明 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对新法三思 但是昨天央视也公布 他们有古巴等53国 发出了共同宣言 来支持港版的国安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一个 比较轻松的话题 其实说到民主 最近南韩呢进行了一场 这个所谓的玉米片民主战争 这是什么呢 其实是加勒市玉米片 在2004年的时候 他们举办了一个玉米股片的投票 那当时有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南韩人很喜欢的青葱口味 另外一个是很大众化的巧克力口味 就没想到那个时候 投票一开始呢 其实青葱口味就获得相当大的胜利 可是那个时候 这个股片公司却因为说 有灌票的嫌疑 就临时把这个投票给取消 而且当时就事后就推出了 巧克力口味 那这场这个 为青葱的玉米片股片 这个进行这个抗争的行动 就这样持续了16年之久 到现在股片才正式口味 正式推出 那也有民众立刻就来开箱试用 这民族的滋味藏起来怎么样呢 一起来看看 这是HARA的小味道 所以我家里的酱油 吃一样吃的好吃 大家得来找 在莫比较 我老公是 我们认为 专门出场的投票是 有个素材性的 也不少 all the way to achieve this feast 我认为这些 collected 我认为其他我在 他们的脆子上明显了 有什么料理 我常常常常吃吃 我们词在一家里 有趣味的品牌 有很多品牌 我一直有奇奇怪 吃吃吃吃